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 我父亲从中国乘船7天7月来到马来西亚陌生 我共有10兄弟姐妹 我父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 他们从来没有上学校 但是他们把我们多抚养长大 还时常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儒家思想 我觉得人生要活得快乐而且有意义 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的习惯、个性和情绪 而且可以管理好自己负面的情绪 才能够活得开心快乐 必要一起去看医生的朋友呢 也对我说 也许我的时候到了 要开始吃素了 不如去和上帝发个愿吧 哈哈 那个时候我的上帝只是跳舞跟喝酒 当时我还很害怕 最后我还是向上帝发眼 如果我的身体恢复自然 我就开始舒适 我每天至少会做一次祷告 何时常会读圣经、诗书、道德经和佛经 因为如此让我生命充满着能量和佛力 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为我在22岁的时候呢 曾经很严重的高血压 当时我在中肠管当初是 那时候当我坐下时 起身就看到一片黑黑了 两分钟后才恢复自然 之后朋友和我一起去看医生 医生就给我三个星期的药 医生还跟我说 暂时不要吃肉和喝酒 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改变我的生活 不抽烟、不喝酒 开始素食 过了20多年呢 我的血压是保持正常 也是因为如此呢 我对素食有着很大的信念 和有个健康的身体 我对素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也希望每个朋友呢 都可以有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 厨师是我的使命 在我生命当中 我觉得什么对的时候呢 我会坚持我的观点 比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 而且不吃葱蒜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吃到葱蒜 我会很难管理好我自己的负面情绪 所以呢 我在做菜视频里呢 我会尽量不煮葱蒜 这也是我在孔子里面所写的一句话 己所不亦勿施于人 因此 健康中心 这个工作是和我的理想一致的 我会尽量不介意 我会尽量不多感情 我是游误的 我会尽量不想你 好 老子 我会尽量不知 希望你需要